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現在到底美股 就算是昨晚道指4萬點 其實主要是一個原因 星期三晚的CPI 出來3.4 其實我不太相信3.4 但有很多客觀的證據告訴你 美國的通脹是很厲害的 有一個就是我看美國的ABC電視台 他們有一個評論的節目 出了ABC的第一張 剛剛給你了 他在說接下來的學生貸款 因為現在大家看到美國的很大學校園 阻礙著他們畢業禮 接下來新的學年就很快就開始了 原來新的學年 那些 學生的貸款 利率 是調升了的 一定的啦 現在正在炒美國聯儲局減息 但是大學那些 給大學生的 貸款去還利息呢 是升了一堆 他不說我真的不知道 2023至2024是5.5厘 然後2024至2025年度 學年 就是那個academic year 就會升到6.53厘 每個學生所供的 貸款的利率 設高了10厘 大家全部的股市是在炒 正在炒減息 星期三出cpi 回到3.4厘 又說炒減息 炒減息 還未真的 減息 但是學生 真的加了息 這個因為息口 真的高了 所以 這個是很正常的 但是 亦都是這樣說 即是反映 其實學生的 支出或者成本 越來越貴 當然 如果真的減息 我相信 過多半年 都會減的 但是 如果一路 higher and longer 的時候 就一路 牽著規息 夾住在這裏 是呀 夾住在這裏有些什麼呢 他就馬上計算了 供款 自然 要供多一點 他有計算了 本來每個月 就是3000元左右 升到6.53厘 變成36444 有一個人我要討論 就是 他說 大師終於四萬點的美股 我現在講美股嗎 我現在講港股啊 屌你 真是傻的 你以為四萬點又有什麼難 三萬幾點的時間去四萬點 現在 多鯊魚 在這裏說 差過日股很多啦 大家差不多同一時間起步 日股踢了上去 你猜都是昨天才見 借著星期三 你們其實呀 說真的用這些 語言藝術 來玩東西 你猜你真的會傷到我嗎 我真的 一直都沒有變 港股四萬點 現在 接近兩萬了 港股時 萬萬六 現在 兩萬了 很快就三萬了 你記住一件事 港股四萬點不是 我今天講明天就要到的嘛 屌你 等於是由志及興的過程來的嘛 不是今天講明天要到的東西來的嘛 這是一個目標 這些呢 就是 自己申請啦 on go的 所以我只是想 一件事給大家看到 美國的新聞 ABC的新聞 我也有兩個小孩在讀大學 他都自己覺得 這件事是關他事 這關美國的市民事 現在是全世界的股市 當你在炒減息憧憬 又可以是因為 CPI 由 之前個月3.5%到上個月3.4% 又可以重延的話 那你就要看看 實際的情況 大學生的供款利率 已經在下一個學年要升了 支出就會在 按揭那裏多了 自不然 在消費上就少了 所以拿多個數據給大家看看 剛剛那個 密歇根大學的消費信心指數 又跌了下來 跌到下去 只有 67.4%初值 這個是大概9.21% 還有在今個禮拜也看到 今個禮拜也找大師講講 這個美國人 的過剩儲蓄 就跌至負值 正常啊 其實我們之前也都提過 這個最重要的分析就是 當一個經濟體系 當市民的儲蓄 跌到很低點的時間 即是說 他們的潛在購買力 的力量 是很弱的 他是一路就靠借貸 來做一個 泡沫經濟 但是你知道 借貸當你借到盡頭的話 就會收緊的 亦都不會再借給你的 那時候就突然間 消費力就跌到一個極點 現在我們擔心開始出現這個情況 不用擔心啊 我就不擔心啊 因為 根本就已經是 走著了 預料了 2021年 8月的高位 是21,000億 過剩儲蓄 是由21,000億 到了今年的3月 是負720億 這個數字就是看信報 回來看 主要最重要的一個 令到大家看到 什麼事 21,000億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因為疫情的時候 美國政府開倉派米 派了很多那些津貼 給美國的市民 現在的積蓄 坐食就散崩了 接著再配合現在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也都跌到近10個月的低位 現在就是我最 期待或者擔心見到什麼呢 你沒有錢消費 現在的通脹又那麼高 突然間有一個斷崖式一跌下去的時候 美國的GDP就可以很恐怖了 是啊 其實 都期望著的了 也都是 並不是天方夜譚 儲蓄率低呢 其實跟另一個數字 也是相關的 就是信用卡 拖欠率和信用卡的 簽證率越來越高 拖欠率越來越高 就是說其實你看到 去爆煲的時間就越來越近了 而這一爆煲就是 影響金融體系 影響銀行 但是影響到金融系統的穩定呢 信用卡應該不太多錢 不是啊 加起來也不少 那當然不是致命的 信用卡的拖欠最多是影響到 信用卡公司銀行的 盈利 那裏可能會有一大筆的撥避 但是 你說 加起來拖欠的情況 是不是嚴重呢 未至到致命 但是也挺嚴重的 還有一件事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John 你這個鐘可不可以放低一點點 在這個螢幕上面的鐘 他待會搞了 現在遮住了 等一下大師看不到 這裏呢 即是去年10月那時候 63 初值 然後黃色的63.8就是中值 那時候美股中未開始升 11月才開始升 其實升了那麼多上來 股市升得那麼厲害 都是影響不到 刺激不到的消費信心指數升上去 是啊 所以呢 其實很多 說法就說 股市產生財富效應 跟著怎樣消費 這些是夠 up的 當然 這個不用看著 正常的情況之下 沒有什麼大危機的時間 當日小都有幫助 但是這個不是那麼緊要的 所以看著現在的 消費能力的問題 即是在高通脹那個階段 美國人的消費能力的被蠶食 被通脹蠶食 但是就算股市在今年你見得到就算連星期四都看到 4萬點但是 都是幫不了消費信心指數 沒用的 第一你升是不是全面性上升 還是其實是個別股票托著指數呢 你買股票的人是不是買到這些股票呢 第二 基本上 其實 買得起股票的人也不多 普羅市民 基本上 仍然遇著 高通脹 通脹蠶食的消費力 然後是高負債 低儲衝 這些現象根本 是普通街市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美國的經濟又怎麼可以好呢 美國的經濟不好的話 但是 也是用回同一個東西 不等於 就是股市沒得升的 就是用 我們開頭節目的例子 現在剛剛日本推出了那個 經濟GDP的數據 是負值的 但是日本股市是由3萬3升到4萬 但是 這些都是始終要還的 一來始終要還的 就算去上4萬又如何呢 對於 財富效應究竟有多大呢 這些只是空談的 理論而已 實際上的效益是多少呢 大家心中有數 日本的消費能力 日本國民不是說遊客 日本市民的消費能力 或者是大家 怎樣去看餐吃飯 或者是專門買減價的東西 你看到很多新聞報道已經說了 不用再特別再提了 是啊 所以呢 很多的因素 其實真的不可以看表面 表面的數據 表面的因素 根本是騙夠你的了 但是這個最重要是 看看中美的關係 他們是不是 中國會不會肯幫美國呢 最重要 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國肯幫美國 在這麼多次美國官員 來到中國 都希望中國可以幫美國 如果我做一次傻子 再做第二次 都還勉強可以接受 但是沒有理由一而再再而三 做第三次傻子 基本上呢 其實 2008年金融海嘯 那陣子 中國就做得太勇 4萬億刺激 搞到 真的差不多 中國要抹頂的 其實4萬億那一下 真的做得太勁 而最慘的一件事就是 美國他不是救了賢秘之急之後 就跟著停QE 他跟著 繼續QE2 QE3 這樣的情況之下 根本就是 好似是 捕爆了 捕爆中國的泡沫 等到來收割中國 是 幸而 幸而 真的是幸而 習近平上台 真的 是的 這一下 立刻收緊 立刻糾正錯誤 導致那幾年中國的經濟 是一個 拖延 延緩的 程度 亦都好像是下跌的程度 簡單用三個字 去槓桿 去槓桿 但是這樣 又會被人說 他們中國經濟死了 死呀死呀死了十幾年了 死什麼 如果不去槓桿的話 真的死了 有一個波吹爆就死了 那時候的內房的 去槓桿 打得多盡 你們以為 去槓桿 跟著 對GVDP 又有倒退的情況 這樣就不好 但是實質上 先死而後生 這樣才好啊 就算那時候去槓桿的GDP 也不是說不好 也不是說不好 可能是有之前的高速 八九個percent 慢慢六 八九個percent 十幾個percent 跌回到七呀 六呀 五呀 這樣 你們又在笑 補七補不了 補六補不了 但是他們忘記了 基數是由以前幾十萬億 百幾萬億的人民幣 是 他們硬來講的 無論如何都可以說 所以基本上 你們這樣看中國的經濟 完全看錯了 根本就完全看錯了 受著傳媒攻擊中國的 因素影響 你們全部都有偏差 反而美國你說沒事 我真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這麼愚蠢 但是接下來美國 我覺得 還有一些事 跟中國 不用怎樣談到什麼 因為在這星期 有三件事 美國做了出來 我想 會 令到 中國的政府 知道應該怎樣去對付 其實一早已經知道了 因為 根本就是美國人是信不過的 是 在貿易戰 各方面 那幾年 基本上已經是 引咎了 美國 去地 出爾反爾 那個 那個慣性 是 所以 其實 現在來說 中國政府的態度 處於中美博弈的情況 就 第一 你說你照說 但是我就不會信你 第二就是說 你來儘管來 總之 我就會招呼你 我有辦法招呼你 你來嗎 以為害了我嗎 我就害你的 國民 是 一樣的 即是你加關稅 我就加你價 你要麼聰明就不要要 你不要又不行 所以 基本上現在美國是無符的了 這三件事 今個禮拜發生的 是關於中美關係的 有沒有時間說一說 有 第一單 就是 都是在外交部的記者會裏面 有在發生社的記者提問 這個算是路透彈出來的 就說在4月的時候 美國的海軍 和台灣的海軍 在海上面 在太平上面 偶然相遇 這個就叫做聯合軍演 但是大家是秘密地進行的 在公開或者軍方的文件 不會說有這件事 但是由路透爆了出來的 大家都知道 所謂的意外相遇 大家有些報導 是路透說有六隻的軍艦一起出 在這件事上面 第一 美國已經是違反了去年 三藩市 答應 拜登總統答應習近平 第一件事 說了那麼久 台灣是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 現在正在踩這條紅線 大家要留意著 接下來 5月20日 台灣省有一個新的領導人 他們所說的總統會 轉界 大家看看 中美關係這件事影響有多深 第二件事 就是 耶倫來中國的時候 突然間在未到中國之前 接受美國的傳媒訪問 是不是這張著 R2 這個2A 就是 產能過剩 由於產能過剩到 原來只是一個鋪牌 鋪牌就是拜登要加稅 這個就是 第2日 15月15日 外交部的記者會裏面 汪文斌引述了一個不錯的東西 根據穆迪 即是他用回美國的公司 穆迪所說 如果美國消費者 其實承擔了 是92% 美國對華加徵的關稅成本 亦都是等於每年 美國的家庭 支出是增加1300元 所以 招呼回去 不需要和你動聲色 動光哥 我就招呼你 其實這個數據 在貿易戰之後 聯合國做過報告 已經證實了 百分之九十多 成本轉嫁了美國消費者 這個就是導致通脹的主要原因 但是汪文斌不僅出一招 還會招呼拜登總統 下一張 2A 他就特意拿回拜登社交平台的留言 當日在2019年 當特朗普開始加徵關稅的時候 拜登怎麼說 可能拜登也不知道 因為可能是寫手去寫的 特朗普真的沒有什麼常識 一個就算是那些經濟的畢業生 都知道 你加些關稅下去 只是加回自己的國民 2019年 他還沒做美國總統的時候 這樣串特朗普 但是到他自己做總統 自己把中國的關稅加徵的時候 他就當成為政績 這個又是一個很好的比較 這個其實是雙重標準 在其位不在其位的 所說所行的東西 當然大家知道 其實如果是鋼鐵入口 美國從哪個國家入口 美國從哪個國家入口 鋼鐵最多 加拿大 加拿大原來是多過中國的 如果這樣應該要徵收加拿大 你說如果是有傾銷 或者是入口太多的話 第一是加拿大 第二是中國 如果是港鐵 如果這樣的話 加拿大你不加的 但是加中國的 其實很多東西是說不通的 但是其實不用緊張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已經整條路 看到通看透了 總之你對中國有任何的制裁 或者關稅的徵收 最終結果都是美國消費者受慮的 這個 已經是 事實擺在眼前了 所以 很多人就當天說 根本是不是 特朗普其實根本就是中國的來應 如果這樣的話 拜登也是 是啊 但是 王毅又覺得現在美國出了什麼問題 下一張 就是 典型的霸道和霸凌的行為 單極的霸權 美國的現在白宮政府已經失去理智了 喪失自信了 亂了方寸了 這些第一就是違反國際貿易的行為 所謂公平競爭完全沒有了 最重要的是現在就是 全球 我們在節目中也有說了 今年2024年全球的經濟都不太好 現在是全球經濟復甦的時候 王毅就說 你是 再行這些單邊的主意 或者保護主意的話 是對全球經濟復甦 在疫情之後的全球經濟復甦 是沒有好處的 絕對是沒有好處的 但是他一意高興 沒有辦法的 因為始終你大選年 打中國牌是一個 很好的拿選票的方法 說了兩樣 第一個就是有個軍事的演習 美國和台灣 第二樣東西就是加徵中國的關稅 第三樣東西 被中國踢出來 就是 挑戰中國的地位 這件事也是在同一日 這個 記者招待會裏面 這次發問的問題不是外國記者 是中央台的記者 他發問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現在有一個美國的彈散官員 這個彈散官員是屬於美國國務院的 東南亞的 助理的 國務卿 幫辦 兼中國事務協調員 如果國務卿是最高級的話 那些是低級的官員 他走出來說 就是 聯合國 大會第2758號決議 是未認可不等於不反映 一個中國的原則 走出來說這件事 那你現在就是在這裏想 又是 因為不知道是不是 想說 除了打中國牌之外 要打台灣牌 打台灣牌 什麼呢 接下來5月20號 就是有個轉總統的典例 另外就是 刻意又拿出來說 所以在這次這個記者會 是由中央台特意去問這條問題 亦都被汪文斌外交部的發言 故意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亦都是要告訴全世界一件事 現在就是 美國在這裏又玩另一個東西 就是玩一個中國的政策 是用另一個方法 他們想演繹出來 這個就是 聯合國的第27500號 那件事 什麼時候發生呢 下一章 在1971年的10月25號 小小的歷史背景 汪文斌說出來 因為我看到 在那天的記者招待會 大家集中不是說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是重要的 因為是影響第一 中美的關係 而中國這條紅線 是不可以 台灣那件事不可以過 第二就是中國那個一個中國的政策 美國亦都是在很多次的承諾了 這個是 這次是歷史的重溫 溫故之身 汪文斌趁著這個機會 告訴全世界 大家知道 1971年的10月25號的 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 是明確 世界上 是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是代表中國 是那個決議 是這樣的 那時候之前是國民黨政府 其實美國深知的 只不過是玩東西 玩東西 玩東西 最終當然 是 就很視乎 中國的角勢是不是真的強 如果強的 只是 留於玩東西的情況 所以他現在就是 找個彈省的官員 可以是下一張 就是 嘗試 用另一個角度 去講這個聯合國大會2758號的決議 企圖是歪曲和抵毀 也是 在中國對於美國所有的行為 霸凌和單邊 這些行為 這個就是 第三件事在今個禮拜 扔了出來 是的 當然 現在美國的姿態 其實也都很明顯 仍然都是 以為自己可以高高在場 以為就是用姿態來壓住中國 去到 令他就範 其實那個就範是什麼呢 買美債 但是呢 可以這樣說 一來 買美債 第一個風險就高 中國也都不會 斷斷這樣 來幫助你 第二呢就是 自從2008年幫助你之後 得回來的結果 很明顯肯定中國不會再做傻子 所以在 這方面 其實也都大家不用擔心 但是 好了 搞不定中國要做這件事的時間 你搞其他東西 我覺得 是 騷騷養的 其實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不過姿態上 亦都是外交部 亦都要重新鮮明 是的 除了是 趁著你講過 是汪文斌講 2758號聯合國大會決議 2758號的決議 當是多少少的補充資料 看看這張照片 就是當時 在1971年10月25日 在聯合國通過了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成為聯合國的會員 是唯一的中國的會員 是 蔣介石那些全部撇走了 對 那之後呢 在1972年 要講講另一個決議 2908號決議 就是把香港和澳門 就把香港和澳門 在殖民地的名單裏 撇走了出來 那就是說 為什麼要撇走了呢 因為如果所有的殖民地 原來在聯合國的議決裏 殖民地是在帝國主義下面的產物 在國家走去侵佔其他國家 然後拿到別人的地方 然後去殖民 然後就是要取消這個殖民地的政策 就是殖民地上面的人 是有自決到底是想做什麼 自己獨不獨立也好 是不是跟回那個 殖民地那個管治的國家也好 那在1971年 當中國 即現在的中央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成為聯合國會員之後 第一時間已經是將香港和澳門 在這個殖民地的名單 是剔走出來 就是證明了 第一件事 在2019年的時候 香港有一群人 經常說要香港自決 其實已經是違反了整個歷史上 刪走了這一段的歷史 在1997年之前 香港港英政府 沒有特別去告訴香港的學生 或者香港市民 都不太知道 原來聯合國的 2908號議決 對於香港和澳門的定位 已經不同了 因為大家有些 在2016年 2014年那些人 還在說香港人是可以自決 或者研究香港是否可以獨立 那些人 就拿著1842年的 英皇制告來講 那時候剛剛就是南京條約 英國 那時候晚清政府 將香港 割讓給英國 英國就說 這是殖民地 但是歷史 紅樓 去到1971年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成為 聯合國的會員之後 第一時間已經提出了 香港和澳門是中國的地方 不可以分割 自古以來都是 所以就立即說 由這個殖民地 拔走了 那時候香港 和澳門 仍然是未回歸回祖國 然後直至84年 簽中英聯合聲明 都是 沒有香港人自決這個議題 不知為何 去到2014、16、17 那時候 大家走出來說 香港人自決 又說要獨立 這些 我拿來 由大學生的研究 到成為 抗爭的口號 在英國 管治香港的時候 都沒有給過任何香港人 可以有獨立任何的東西 甚至乎給英國公民 都不會給你的 直至到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跟著在1990年 頒布的基本法 已經是寫明 自古以來 香港是中國的領土 所以其實 2019年有一群人爭論的東西 是不需要爭論的 而信那群人 亦都是 沒有熟讀香港的歷史 而錯誤相信了 香港 原來 是可以自決 可以獨立的 那這些 也是傳媒的威力 如果你看回聯合國的 憲章裏面 或者議決裏面 一早已經把香港 拿走了 在殖民名單 所以香港 仍然是 中國的 領土 第二就是英國 在97年 7月1號 6月30號 交還 香港給中國 那時候 英文是用 hang over的 是的 而香港 也是用 中國回收了 我們的香港 這個 它的字眼上 也是說 香港是回歸中國 所以 很多東西 其實是不能爭論的 是的 也都是 基本上有歷史的 因素在 其實根本是不能爭論的 其實不是爭論的 不是爭論的 我看到很多人 是錯誤了一些人的說法 然後 令到他們 沒有了自己的前途 在歷史上 聯合國大會 這兩個議決 是改變了 香港人的 走那條路 是 因為 2758號的決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成為聯合國議員 然後就把 殖民地這個名稱 在香港 其實這些已經 沒有得爭論的 情況 已經 根本就是 你願不願 你不願就走 其實 沒有說不捨得的 沒有說什麼的 也都 你要走的 我也都不會阻礙你的 是的 問題就是說 你如果不願當一個 中國人的 你就走 所以就是說 在香港的 因為在我們 讀書的時候 說是香港 是英國的殖民地 那時候是書本上 沒有教的 那時候是 其實現在 知道這段歷史的話 這個的講法 其實要改的 是的 真的要改的 原來的金價 已經上了 二四一六 銀價也都 三十個七 基本上 一切都如所料 是 有人問 金要不要走 我都是那句 金還沒有 到價 是啊 那你當然 你說成不承受得起 回調 比如說 二四一幾 回調 二三 二三八零 幾十元金 你承不承受得起 承受得起 其實實金沒有理由 承受不起 就有它飄上飄下 總之 只是朝向我們的目標 就是 六千元 就是中長線目標 的看法 短線的 中短線的目標 就是今年三千元 是 那你信 就繼續 拿著 不用問的 這些 好 最後講完這件事 是 因為剛剛 昨天才出來的 都看了 這個 中俄的聯合聲明 是 中國和俄羅斯 即是你見到 普京 一上任 成為總統 第一個選擇外國的國家 就選擇中國 而且也是很頻密地 穿梭中國 又去北京 黑龍江 但我想講一講 它這次聯合聲明裏面 有一些特點 就是聯合聲明 往往通常都是講合作為主 它是分開十個不同的章節 在頭六個章節裏面 都是講很多不同的合作 但第七個章節和第十個章節裏面 有些特別事 是 平時如果說美國的話 不會是點名話的 這次裏面 是有 那些黃色highlight 我只是用 在PDF的功能 打美國兩個字裏面 是起碼有十四至十五處 講的東西是關於美國的 是中國和俄羅斯 雙方一起講美國的 主要有幾樣東西 就是 第一樣 整個這麼多點裏面 都是講美國軍事上的東西 第二樣東西就是 不同地方軍事上的東西 包括有哪裏呢 如果 簡單來說美國是要維持 自己絕對軍事的優勢 去破壞地球上很多地方的穩定 包括哪裏呢 有是韓國 太空 俄羅斯 以及南中國海 這幾個地方的 所以現在是兩個國家 中國和俄羅斯都說 有幾件事 第一就是 不可以破壞地區的穩定 叫美國不要再做了 第二 就不要做 這一點才 最厲害 平時都很少聽的 雙方要求美國 不得在境外 在美國的境外 從事任何 威脅 別國 及有關區域安全的 生物軍事活動 這個第一次聽到 是點名說 美國在 美國境內的 以外的地方 做生化武器的指控 這個 想起 在烏克蘭 那時候不是曾經傳過很多不同的傳聞 有個生化武器實驗室 這是第一次 兩個國家 開名說美國 還有 不要在太空那裏企圖 外太空武裝對抗 下一篇就是其他他所組成的關係 就是所說的 在不同地方 在韓國 即是北韓 在烏克蘭 在東南亞地方 不要再做這些軍事上的部署 就這麼多 有個Peter Cho 就說 黃金升到6000 及美金美股大跌時 世界會好亂 我其實不是太想見到 賺到錢其他人也不太好過 首先第一件事 金價到6000 或者美股美匯大跌 這個不是我們所能控制到的 我們只是預計著 將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呢 你不想 不是很想 見到 我都不是很想見到 但是事實上 就一定見到 這樣的時間 我想 別無他法 就是說 我們要保障我們自己 保障我們自己的財富 保我們自己的命 所以我就叫你們拿黃金 所以叫你們不要碰美股 不要碰美金 避開美元 這個就是我 對你們提出的忠告 要你們要避 但是 你說美股什麼時候死 真是 沒有人可以避到的 因為 他太過份了 他做得過份的時間 預了死就是必然的 這樣的時間 你 你可以做得什麼呢 唯有就是保障自己 所以 是不願 是不想見到 但是 始作勇者也是美國 他美股不抽那麼高 就不會跌 為什麼要抽那麼高 等於我們經常說 樓價如果不是 間夾得那麼重要 就不會死了 那麼 樓價死了你覺得我開心嗎 負資產多我開心嗎 不是的 但是 客觀事實就是說因為你夾得厲害所以就要死了 就是很簡單的 記住一件事 Everything goes up must go down 必然的 越升得厲害就越跌得厲害 這個是事實 亦都是我們無奈地要接受的 唯有就是怎樣適應的 是 John 可不可以回到最後那一章 為什麼還有一個項目要說呢 兩個國家 中國和俄羅斯都說 因為被個鐘遮住也看不到 是要為侵略 阿富汗20年的負責方 有些事情就是 這個環境 你作為阿富汗的人 用回答一個例子 他改變不了他的命運 假設 在20年前如果沒有任何國家去入侵 阿富汗的話 他的國民可能發展的經濟是會順利很多 直到特朗普後來才趕快撤走最後那批 駐阿富汗的美國軍人 現在都未曾是回復正常的 當一些國家如果被人入侵了之後 你是想過一些安逸的日子 其實很難 現在根據這所形容 現在美國的行徑 在中國和俄羅斯 如何形容呢 他是威懾的行徑 還有很多用恐嚇 制裁和打壓的手段 所以某程度要多謝美國 繼續制裁中國 令到中國和俄羅斯 越走越迷 是的 還有就是要回答另一個人 有一個人就說 在這裏說 如果說 DDTK在這裏說 他又說了其他很奇怪的問題 各樣香港 其實正確是不是要歸還給清政府字面上才正確 這些就是白癡 這些就是白癡 不讀書 你這樣都說得出來 打招呼他 不用對他 不用回答 有些香港的人 可以這麼白癡 白癡到又不讀歷史 又不知什麽 那你都在這裏亂說 真的呀 我這裏不行的 又不讀書 又不讀歷史 裏你 第一 唉 不想和你爭 但我只是想 在晚清政府的時候 中國人是很淒涼的 是的 你是不是想香港人或者中國人是這麼淒涼的 現在整個晚清政府給你去管 然後就歸雲 歸雲 晚清政府 我屌你啦 真是 你真是不用勞 吃失米 真是 支線的 又是種那些黃毓民的毒 真是 你知不知道去那些歪你 歪到不歪 你都種了毒 好 下一節回來再說 好 不要那麼勞氣 免責聲明 RECA Finance 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蓋不負責 同時RECA Finance 所提供之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 主持 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RECA Finance 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 立場 確認可篤道規則 如果您如果請願意確認可供給予製造型 我都開設了